林主任,我想問一下 好像我有時練功的時候 她說有些地方痛 我太太會幫我拿刮砂板 幫我刮兩下,通過經絡 她很快便可以緩解疼痛 這是否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她是經絡刮砂 可以的 她的原理是甚麼呢 令到她的血氣混亂 最近活落,促進血液循環 她通過壓力的變化,出進血液循環 但刮砂板可以看她的血液滲透 看她的病理審物釋放,提攝出來 有一件事我想問一下 例如我們肩頸痛,又或者腰痛 其實是否預視著 你的體質下降了 或者是… 有沒有原因才能確認 支持人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無論哪個懷截的疼痛 即局部的疼痛 一定跟全身的狀態相關 這就是醫學的整體性 應該人是一個要注全身的狀態 比如說骨關節炎引起一個慢性疼痛 但不是說所有人一直都痛下去 骨關節炎早就存續了 比如說增生,早就有了 為什麼要去到沒有一天才痛 或者去到沒有一天就不痛 到過一段時間就痛 這就是一個全身狀態 或者局部狀態產生了改變 比如說我們肌肉如果是疲勞 它可以重新疼痛 你特別感冒、特別累 或者是出差 或者是寫書、做指詞 精神特別累的時候 全身狀態是差的時候 肌肉肯定不能夠累受疲勞 它很容易就累了 很容易就保護不到你的關節 很容易就出現疼痛 這個很明顯的 明白 還有一種情況我想問一下 比較可怕的 不知道會否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你腰頸痛 或者是某一些部位的痛 可能不一定是肌肉或者骨的問題 有可能是內臟其他的問題 比如腫瘤之類 可能會否都被人以為是肌肉的陣痛 或者是骨的陣痛 內臟的疼痛可以反射到體表 比如右邊的肩膀痛 可能屬於膽瘤 膽瘤炎 肩膀痛會… 膽瘤炎 膽瘤炎有在右邊的肩膀痛 這是很常見的 肺尖的鼻邊 有像肩膀痛 肺尖生腫瘤 有肩膀痛 肩膀痛或肩膀痛 這也可以 還有直椎腫瘤 直椎腫瘤可以用來… 例如胸椎腫瘤 可以用來背脊痛 頸椎痛 腰椎腫瘤 用來腰骨頭 這更加可以 比如說心臟痛 可以用來左邊的痛 左邊的鼻痛 林教授剛好這件事 真的提醒了各位電視機程的觀眾 不要小看慢性疼痛 因為我知道很多街坊都想著 像武哥那樣 擦一下藥油 擦一下藥油 又或者擦一擦就覺得沒事了 隨時可能會很大件事 如果長期不明原因的疼痛 記得要檢查清楚 如果出現持續一個月以上的疼痛症狀 就可以判定為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的出現 預示了身體體質有所下降 而內臟器官的疼痛 會反應至體表的不同位置 大家要留心注意了 接下來 又是健康知識投降你的環節 骨關節炎有甚麼症狀 A. 疼痛 B. 僵硬、腫脹 C. 功能障礙 B. 有咬咬咬的響聲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骨關節炎其實屬於… 首先它的關節的病變 關節的炎症 這種關節炎症其實有一個定義 它不是一種創傷炎症 不是外傷人的炎症 其實它是特指退痕性疾病引起的炎症 光關節是一個器官 大家關注的是骨頭 照片看到骨頭 其實大家可能發誘了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肌肉、軟組織 跟軟組織的退化 甚至比骨頭退化更加早 大家不相信你可以關注自己的七關節 你有七頭疼痛的 你的肌肉、股脂頭肌 是不是比你年輕的時候 或者比不痛的人更加細了、軟了 如果是退痕性病變的炎症 就是說老人家才會有 對,最多是老人家 但現在中年都會有 提早退化會有 比如說你的頸椎一樣有小關節 它可以產生關節炎 不是說大關節才會有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的就是七頭疼 但是其實頸椎有小關節炎 腰椎有小關節炎 都可以引起關節炎的疼痛 關節炎首先它是一個改變 病理改變 病理改變可能不一定會先出現疼痛 有些人可能會很遲時出現症狀 或者它的改變之後 在沒有一個敵定的環境 給予一次外傷 一次輕微的外傷 然後它就出現疼痛 或者是身體特別差的時候 又受到涼 受風、受涼、受濕氣 它就出現疼痛 這個它有一個誘因 首先它有一個病理基礎 之後它才會有一個誘因 才會出現疼痛 所以這個表現是一個疼痛 第二個關節叫僵硬 比較僵硬 僵硬跟種種是兩碼事 僵硬是指它屈不好、伸不直 這叫僵硬 或者是不靈活 譬如說我們到了中老年人 有些手關節特別粗魯的人 他關節會只要早起伸 特別硬 這就是早期關節炎的表現 到了七頭哥的骨骨之炎 如果很嚴重的時候 甚至伸不直 伸不直 又挖不住 這個就是明顯的僵硬 那種種呢 就是指它的關節活摸的炎症 它滲出多了 它就會特別重 那是否意思 就是所有關節腫大的人 都意味著它會有骨關節炎呢 下一節回來告訴大家 增生和關節炎有甚麼區別 究竟骨有聲是甚麼原因呢 是關節炎呢 小朋友和老年人的關節活動響聲 有甚麼不同呢 怎樣區別關節炎的響聲呢 稍後專家詳細告訴你 啊?牙齒又出血? 佳傑市全球口腔研究院 近千個臨床和消費者試驗 研製出健康專家組合 配合使用 逆轉牙齒問題 三日見效 佳傑市健康專家 我要基夫擺脫年齡 如同年輕十歲 新奥莉大小红瓶奇迹组合 滴滴激活元气细胞 一支肌肤细滑 紧致 孵蛋黎 有美丽奇迹发生 奥莉最美的眉 在英国 男人会穿裙子 他们会用金黄的全麦来制造饼干 多奇怪 但是天哪 麦维他真的好吃 英国麦维他消化饼 是否意思是所有关节肿大的人 他都意味着他会有骨关节炎呢 嗯 他关节肿大有一种是骨头增生 生到那个关节很大 这个肯定是有关节炎的了 第二种是关节滑木滲出很多水很多积液 这种肿大年轻人不一定有关节炎 它是一种滑木炎 到了年纪大 有关节炎的时候 它可以刺激到引起那个急性滑木滲出 它可以撞到很大的一泡水 这个时候它就是关节炎 嗯 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症状 就是最有争议的了 就是有咄咄咄咄声 是否它的症状呢 是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体会 我们持拳头 就会刺激 我们有时压一下关节 是吗 我们会刺激 这个不应该是关节炎 大家 你看看,很厉害,要弄个咄咄 我们一扎也会有 很多人会有 这算不算呢 第二个,很多人会体会扭颈 扭颈 扭颈会扭颈 会扭颈声响 这个很多时候不是关节炎 但是你研究那个小孩到中老年人 他这个响声会有变化的 那个小孩的响声是特别脆的 很脆的,扭颈声 其实就是关节活动的时候 里面产生腹颈 腹颈会产生响声 我们关节炎一样是这样的道理 这种响声要与关节炎的响声区别 关节响声 大家如果有体会中老年的七头膏 屈身的时候好像磨砂 叫做磨砂声 缩缩的那种叫磨砂音 磨砂音就是软骨没有了 骨面很粗糙 就磨出来的声音 跟我们现在的响声是不同的 原来关节活动响声 是由于腹颜产生的 小朋友骨头发出的清脆响声 是健康的 而老年人关节炎发出的响声 是磨砂音的 在家里的你是否可以区分出来呢 我们又来考考家庭观众一条问题 肌肉关节疼痛的高发力痛有哪些呢 A. 白领 B. 司机 C. 教师 D. 重体力劳动者 我想现在的白领大多数都是对着电脑 我最近听说有一些朋友 他们会在后面的肌肉会丐化 经常看见那一辈子 这种怀化是 不知道会否属于肌肉关节痛 你一个做司机 我们这些做司机 经常叉车 很多时候我真的很怕冷气吹着我的肩膀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了这个位置 有时候会痛痛的 那重体力劳动者 就一定会很容易得到肌肉酸痛 或者是骨关节炎 其实我觉得教师那些都在学校那里 经常他们都要坐在教室那里 或者改卷或者做什么都很长时间 这个我觉得都是会影响肌肉关节痛的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骨关节炎 现在出现了一个名词叫肌肉关节痛 其实两者有什么区别的呢 有区别的 骨关节炎是指一个太阳性疾病 它本身有病理改变的 那些软骨已经磨损了 骨头改变了 那一般是中老年 肌肉关节痛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 它包括了比如说小孩子 中学生一个跑步 肌肉拉伤 我们肌肉轻道的那些拉伤疲劳 都可以疼疼疼痛 这里讲的是 拔领很多时候有年纪大 有年纪轻的 轻的那些就是肌肉的疲劳 肌肉的疲劳可以疼痛 比如说他坐在办公室 对着电脑 那个姿势不变 他如果坐得不正确 他首先躺下头 或者手放着 可以引起 颈后面的肌群 比较紧张 但是腰肌紧张 第三个我们说的是 那个鼠标手下 这个位置 他会压痛 手指会压压痛 这个就是肌肉关节痛 年纪大一点的拔领 他可能有长时间的呆头工作 他的追根团早就已经坏了 关节增生都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是除了年纪增大 到五十多岁 四五十岁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明显的骨头增生 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他那时候关节炎 已经做了全聚了 这种时候 他更加容易 由于姿势不正确 就很容易反复疼痛 对了 小榮刚刚说了一件事 就是骨关节炎 现在这个是肌肉关节炎 那个概念性有什么不同 概念不一样 就是里面的骨也有问题 外边的肌肉 包住那个关节的肌肉也有问题 就会出现这个肌肉关节痛 是吗 他现在是一种压整 你刚刚说的 你讲开车问题 讲那个背脊的问题 如果你路背中也好 或者我们做司机 那个吹风对着这个股头 我经常要调 调那个吹风口 不要对到自己 对到正 对到正 那个冷气吹过来之后 之后 他引起肌肉收缩 血管收缩 他就会痛了 他就会痛了 应该是吹去其他地方 对吹去其他地方 不要对着人来吹 对着人来吹 那办公室的冷气比较多的时候 后颈、后背是容易受冻的 尤其是女士 布比较少一些后面 的时候 他更加容易受冻 看来人民教师 也是一个高法的人群 其实他也是一个代表 一个队友 一个队友 不过眼红色然 由于举作业、组织数字 所以长期摘下头 而且一个姿势不改变 就是要很专注去写作、去写东西 他就可能会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就固定在一个摘头的位置 其实每个人都会摘头 只要摘头的时间很短 他不断地改变姿势 那组肌肉就不容易疲劳 就不容易重心病病 你刚刚说到摘头 我觉得现在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很容易 成为肌肉关节痛是高发胤菌 因为低头肪 手机多 是的 是不是会加重了我们 因为现在大家都玩手机 又玩微信 没错 其实是会多人有这种症状是吗 有 光骨折炎 其实应该是中老年才是多发的 但现在就叫做年轻化了 如何年轻化呢 你看看中学生 他一天到黑除了读书之外 摘下头读书之外 他还要对着手机、对着手机 没办法了 他摘下头的时间会更加多 肌肉容易疲劳 最后会提早退化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经常要锻炼手臂 我会做这个推上的运动 那有的时候我推上的时候 就是这里就会痠痛 那这个背部的痠痛 如果我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错失的话 它会不会变成以后 这个肌肉关节痛的人群呢 如果你不是拉伤呢 它应该会自己会好的 自己会好的 如果拉伤了就需要治疗了 就是用手臂去帮助他恢复 但有一件事我还很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说到肌肉关节痛 就是年轻人都会有 而你刚刚提到的骨关节痛 就是老人家 它在一个病理基础的情况下 就会有骨关节炎了 那是不是如果年轻的时候 落下这个病菌 老了之后就很容易有骨关节炎呢 比方说很典型的 就是现在青少年很喜欢运动 而且他的运动就很激烈 对军绝是一种磨损的运动 比如说踢足球 打篮球 他不注重保护 这种情况 他背叶板损伤 说应该磨损 人大已经撕开了 他就不舍得他做修复 很早就又上去打球了 那他的军绝就松动了 年轻的时候关节松动 到年纪大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产生关节磨损 那这个骨关节的退行性 便会提早 而且它退变得比 没有受伤的人更加重 那这个就是年轻下的根 林主任我们 好像我们这样 天天地练功 我觉得会不会对我们年纪稍微大 那时候会造成一个后遗症 或者以后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不是那么好呢 我反而觉得 武术它莫名受伤 武术很多时候有师傅去教主 他每一个动作套路 他都会老师自引 而且你是有意识去做的 有意识去做的 武术动作它叫协调性 那么他每一下 你都是有准备去做的 他反而不容易受伤 而且你純粹躬 你是主动 是主动的刺激 所以不是打倒给人的鼻动 对 蓝球足球 它很多时候是无情力 一跳到零一失行 他绝对扭 扭伤了 肌肉痛是可以自然恢复的 但是如果产生拉伤的问题 需要医生指引手段恢复 而有意识去做的武术运动 反而不容易受伤 蓝球足球这类磨损的运动 就有很多可能一不小心 就会产生扭伤和骨骚 我们又来考下家庭观众一条问题 大家又知不知道 慢性疼痛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A 口服止痛药 B 去痛喷毛剂 C 传统高药 B 神秘撞药贴高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比较支持去痛的喷雾剂 以及膏药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口服的药 会损伤我们的肾脏 因为你的病痛又是长期的 如果一直长期服药的话 我觉得倒不如做一些外肤的工作 或者理疗 就是从医学常识来说 我都知道止痛药不好的了 但是当你身边有人 他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病痛的时候 止痛药已经成为了必须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看到也很多老人家 包括我妈妈 他们都会加上去贴一些羔羊 而在传闻当中的神秘撞药 都是非常有效 只不过我们不懂 不懂就唯有不用 如果我个人的处理方法 我会更加看重那个C 就是传统的膏药 还有我们现在有些液体那些 就是浸的那些叫做药酒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 对我自己用了 对我觉得比较好些 刚才我有说到 那个刮沙 我觉得都有一些 对解除液痛药都有一些效果 口号止痛药现在是主流的医学里面 是一个推崇比较容易的方法之一 一吃下去就得到消炎震痛的作用 其实这一类药有两种 一种就是止痛的 一种就是得到消炎之后 得到止痛效果的 这两类药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这两种药 最大的不可以就是 它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比如说对消化毒的刺激 对肾臓的肝臓 对肝臓的肝臓的肝臓 这个对身体不好 尤其是中老年人 可能有高血压病 或者是心臓病 很多病 软正一大堆的时候 最佳其他这类药肉 增加了病人的负担 其实不是最推崇 我个人来说 首先优酸是推崇外治方法 因为对身体的负障会更加少 对于外用方法来说 这个气毛剂是做什么的呢 气毛剂是我们看到的 在运动场上最多 一种急性损伤 之后用噴毛剂 达到消炎震的效果 噴毛剂有两种作用 一种就是给它 急性的抑郁去冻它 冻它 冻完之后它就感受 组织的滲出 没那么肿了 它就没那么痛了 第二种 它有一定的肉有效的 有一定的消炎震的肉有效的 这种有一定的效果 但对急性损伤 会相对好一些 对于慢性损伤 可能它不是它的优势 传统的膏肉就是指 那种我们说的黑膏肉 要一些中肉去熬 熬成膏 熬成膏 滴水成猪 然后凝固了之后 变成一个膏 它贴上去 对皮肤比较黏 比较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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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效果也好 但问题是 你现在的医院里面很少生产这种肉糕 多数是有些民间 还有些人在做 因为工艺上 它达不到传统医学验证那里去做事 就是比较麻烦 现在更加多是提煉成分的那些肉糕 黏在一起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这个神秘种肉 神秘种肉 既我所知 现在贴的肉糕里面 贴的肉糕里面有一个奇症消痛贴 属于西藏的肉物 它的肉物是在西藏 比较环保自然下 生长的那些肉材 肉材比较地道 所以经过现在那个 现代的肉厂 去提延做出来的肉糕 所以现在可能在贴肉的肉糕里面 它的使用量比较大 应该就是这个肉糕 好了, 跟着我们 我们又进入到我们的健康达人 看问题 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 奶奶, 为什么你不在老婆走那里玩 哎呀, 你也不知道 你奶奶最近的脚痛得已经不能走 大别是落上落楼 你不知道多辛苦 你还好说 家里的东西我全都做了 你的老公我服侍了 你的儿子我照了 帮你们煮了饭 什么都我做了 你看看…已经腫了 坐在那里都痛了 不知道怎么办 灵依的媳妇最近很多烦恼 奶奶不出街, 怨她不做家务 搞到家婆得了腰痛和风湿关节炎 老公, 为什么你不出街 吃鬼吗 脚又痛, 腰又痛 怎么吃 老公不出街是因为电视看得多 颈椎得了内风湿关节炎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导灵依的媳妇 解决老公和奶奶的烦恼呢 在家看电视剧 都有可能会损伤颈椎腰椎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椎间盘突出是怎么造成的呢 老人家为什么会常说 手举不了起床呢 运动前应该如何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下一节回来, 专家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星柔顺 唤起爱 全音飘柔 近五倍精准菊油 给秀放五星柔顺 飘柔五星柔顺喜护系列 宝洁 啊 颜颜有趣 佳奇市全球后康研究院 近千个临床和消费者试验 研制出健康专家组合 配合使用 逆转抑抑问题 三日见效 佳奇市健康专家 那几天也要大动作 新升级护书宝超静眠 两倍速吸 倒转也能吸 不怕漏 护书宝超静眠 更长更宽 两多也不怕漏 真的美丽 是由内而外 深入发心 当然靠潘庭 潘庭乳液修护系列 浓郁普尔味维他命原 乳液精华 渗透至发心 配方修护损伤 内在强韧 外在柔亮 秀发健康 看得见摸得到 潘庭 不一样 潘庭乳液修护 内在强韧 外在柔亮 更有星潘庭水润滋养系列 挑战长啸水润 不油腻 保洁 我喜欢变 但绝对不准干纹变细纹 只是保湿 怎么够 有多孝相互相 它的多元维他命 收入去 七大肌肤问题 轻松击破 肌肤淡乱不变 OLE 最美的你 凌衣老爷的情况 究竟如何解决 我们一起听听专家的讲解 其实我们来说流利结合 动静结合 动静也要适当 一去走到哪一边 偏到哪一边 都是不好的 比如说厂妓在家 坐着煮电视剧 你知道 坐在梳化上煮电视剧 弯腰弓背低头 这个姿势 而且梳化跌下去 跌下去 所以弯着腰 弯着腰 这个境一定走到前面去 走到人体的前面去 这个境狠是住不起 所以颈椎腰椎的身体曲道 都是弯的 像弓的 后面的肌肉又紧张 追根盆的压力又大 追根盆压力又大 尤其容易引起追根盆突出 追根盆突出 腰椎有追根盆突出 颈椎也有追根盆突出 颈椎盆突出 引起压迫到神经跟头 引起手臂痛 甚至无力抬不起 这个病就会出来了 其实就是固定一个姿势 弯着一条颈椎 就会有神经痛 用来神经痛 这个追根盆突出 的机会就非常大 你当务力来 运动前 你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运动 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什么 锻炼心肺功能 锻炼血管功能 调节神经功能 但是一定要保护关节 比如说 你的关节磨损 一个次数十分多的时候 关节就会发烈 就会增加关节磨损 你举啞铃的时候 猫低起身 其实七头的围关节 特别是腰椎 它受到的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 你练到肌肉很好 大腿很好 你的代价就是 腰椎关节受到损伤了 你就要注意 你评估你的关节 本来七头的围关也不好 你的猫低起身 其实就加重了七头的损伤 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 提到风湿 以及内风湿关节炼 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关节炼 是有什么区别的呢 风湿是我们俗话说的 叫做风湿 慢性疼痛 也叫做风湿痛 慢性疼痛 也叫做风湿痛 包括了关节增生 受粮 人类的病变 这个是很广泛的 但是如果说风湿关节炼 就是特指一种病 一种变体的反应性疾病 它由于炼酮粉感染之后 引起全身的 引起风湿热 同时引起游走性的关节炼 那一来就急性疼痛 就是大关节 周身痛 红肿热痛的特点 又红又肿痛得很厉害 甚至这种风湿热 会引起全身发烧 同时引起深重来母的病变 这个是特指一个变体性的疾病 这个要跟我们的关节炼 是两码事 不能够用这些方法 一定要去医院 用特殊的用来治疗 来风湿关节炼 就是一种变体性的疾病 变体性疾病 它就起关节和滑膜 出现一种慢性的病变 然后就出现骨头增生 骨头破坏 滑膜就硬化 跟着胸硬 总大胸硬变形 而且很多时候 跟着用不了 它多数发生一些小关节先的 手指的关节 腕关节 去到围关节 然后慢慢去 有时候去到七关节 或者大关节 跟我们说的平时 骨骨之炼是两码事 因为病因完全不同 治疗业不同 但它可以产生长期的疼痛 好,我们刚刚提到 既然提到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说 你说的什么 女风湿性关节炼、骨关节炼 都不关我的事 对吧?我还这么年轻 你可否以为 年轻就不会出事 继续去看下一条影片 我去吃饭了 阿神,去吃煙吧 走 阿神,要不要出去走 不要做 为什么整天都睁着头 在玩什么 整天拿着手机 又不出去走走 一天到黑就在家裡 小阳最近一直抬不起头 原因不是因为心情不好 而是因为整天不是打机 就是玩手机 每天都睁着头 用了噴霧指痛 还有很多方法都没用 我脖子很痛 现在 痛就黏着奇症状药 最后小阳的爸爸 就说小阳贴奇症指痛高 小阳这种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呢 刚才你说的病例 我猜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肌肉痛 首先是肌肉的病变 因为长期的做低头族 低头族低头到什么时候 现在你看看 除了手机之外 读书之外 还有一个低头族的现象 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到没有 现在吃饭了 大家吃饭了 左手不拿碗 好像牛饮水 倒下去喝 所以它没有树起来的 全部都是低头的 这个其实就是手机的出现 其实加重了青少年 脊椎的退化 提早退化了 已经大大加重了退化 而且它运动时间少了 以前的人 他看到手机的时候 他可以去运动 运动 其实对颈椎腰椎的肌肉 非常之好 尤其你打篮球的时候 头蓝的头是向上望的 反复向上望的肌肉 背肌 颈的腰肌 背肌 是一个强壮的作用 多得好 我锻炼 曲度又要较好 是的 我刚刚看到这条片 留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它是用了噴霧来噴一噴 就发现可以止痛 但是过几天又是痛了 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药 它是可以止痛 但不可以自痛 是吗 它的病因未除 它只是缓解了症状 其实病因是分很多级别的 最原始的病因是什么 比如刚才说的 你举例年青人的颈椎痛 它除了呆头 肌肉病病之外 它可能在每一天 出现了一个椎筋盘突出 颈椎筋盘突出 它可以引起颈子 突然痛得很厉害 动不了 这个时候 它可能不是单纯 一个颈椎肌肉的损伤 它是一个椎筋盘突出 人家的痘椎神经受压迫 就可以痛得很硬 除了喷霧 和刚刚所说的一些方法之外 还有一件事 刚刚教授也说到 就是贴膏药 贴膏药这件事 是否应该有一些 比较正确的方法 例如膏药应该怎么贴 和什么时间贴 它发挥的效果 是否不同 是的 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什么病 会否贴膏药 大多数膏药 会起到消炎阵痛的效果 是可以起到的 第二个 每种药膏 你要了解它的特性 其实通常这个医生 会让你知道 只不过我们说 它不同药膏 它有不同的性质 它的特性不一样 比如说对皮肤的过敏 对皮肤的刺激性 它也不一样 那有没有说贴膏药 是选择在什么时间贴是最好的 浴膏的部位 和部位有关系 你要移动的部位 你要休息就要贴 在休息的时候贴 或者是一痛就贴 还是先做什么 准备再贴 当然是痛的时候贴 会好一点 那贴的地方 是否就是哪里痛 就贴哪里就可以了 它的范围可以复射你 关节的位置就是 关节就是 关节痛的位置 应该哪里痛就贴哪里 但如果有些神经痛就不是 比如说神经痛 我是这里痛 它的病因在这里 是吧 你做了神经痛 它痛在小腿 它的病根在腰椎 那这个时候 你应该贴腰椎 而不是贴到小腿那里 对了 对了 刚才专家说到 奇症止痛贴 是用西藏的药材制造 再经过现代药厂提炼 是现在使用的止痛药 里面比较常见的 除了使用止痛药高贴 正确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也要引起家庭观众的注意 既然专家说了止痛高药 应该怎么贴 我们的铜拳贴壁王武哥 就说马上要亲身试下 学习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 止痛高药应该怎么使用 我现在这个手臂 因为我每天都要练习这个功夫 这个上边的肌肉会有点痛 现在你帮我试试这个位置 这些肉糕是製造比较特殊的 它有一个肉芯 这边的肉芯 这里有一个肉液 在铁贴之前 你把肉芯倒在肉芯里面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的 真的 第一次看到的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以前一撕出来 就已经直接铁贴了 这种可能会… 效果可能会比较更好 对 它的肉芯是提煉了肉粉在这里 这个肉液倒在里面之后 它就会… 即将鱼肉粉的肉性… 肉性 它提高10倍去脱皮 这个肉液可以透皮俗用更加强 而且可以将这些肉物的成分 带到里面 所以这些其实 它会不会也是药酒 去浸泡在里面 它不是酒 不是酒 不是酒 是 好 这个就这样切下去 它比较薄 比较薄 比较均 比较均 然后过敏 就不太多出现 那是贴多久可以撕? 贴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谢谢林主任 也谢谢我们三位嘉宾 今天带出了很多疼痛的问题 同时我们又可以解决到 很多自身疼痛面对的办法 没错了 无论是处于哪个年龄 都不要忽略疼痛 也不好 忍受疼痛 有症状的话 要及时去到医院就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健康100分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们收看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 更奔分 是,大家再见